日本福岛核灾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十年 行政医院在今天宣布 将以三个原则三个配套的方式 来开放日本福食 更说台湾要加入CPTPP 不能够固步自封 无可回避日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不过对于福岛食品将解禁 实际上署还称这个辐射评估风险可以忽略 独物专家就点出了隐忧 辐射物质残留可真的是不能够大意 丑得飞飞扬扬 如今蔡政府还是决定 不顾779万公投反核食的名义 就是要敞开大门 让福食进家门 政府在拿出包含CPTPP会员国在内 超过四十个国家都解禁 我们无可回避日本提出的合理诉求 决定合理调整 对日本食品长达11年的管制措施 以新代旧三原则三配套 力求稳健排除障碍 解开揽绳跨出一步 承到台湾标准比国际更严格失倍 也宣布预告期十天最快二月下旭就会进行公告 还能说三原则包含会为科学检验比国际标准更严格 并为国人食安把关也寄出三配套说要严格把关 政府不断强调检验量能绝对够 甚至食药署还说日本食品癌症风险是客户略风险 迟迟迟没说到底会不会标示符食 网友狂跑后怕核四肠污染 现在却要我吞何时笑死人 吃完瘦肉筋吃何时下一个是啥 你官员先给我去吃 政府说离福岛灾变事隔十一年 服食应该已经没风险 但读物专家却点出关键隐忧 像点一三一半摔期只有八天 然后摄一三四是两年 然后摄一三七是三十年 四九十是二十九年 对于摄一三七 他半摔三十年 还有四九十半摔高达二十九年 所以我们还是不可不可大意 一届担忧辐射物质残留量 还有专家提出过去日本 对辐射屋居民心理状态研究 确实在心理上犹豫焦虑 都比一般人来得高 但眼看政府已强行开启 日本核四大门 台湾百姓只想问 到底还有多少毒等着进国门 记者杨超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